京东易卡是由京东商城发行 可用于购买京东自营商品的单用途商业预付卡 张女士说 咸鱼上会有人以低于面值的价格售卖京东易卡 很多都是酒吧折出的 然后就想去咸鱼上找一个 跟他谈完价格之后 那个人跟我说去淘宝店拍 然后我在想那淘宝店铺的话 其实也比较有保障 他的话就是让我搜他店铺名称 但店铺名称里面进去是没有任何宝贝的 他让我联系他的旺旺 让他给我上一个链接给我 因为他自己开店的嘛 然后开一个链接 然后我直接拍 然后最后他发了我一个宝贝链接过来 然后我就直接拍了 他让我拍实践 从聊天记录来看 张女士和对方协商以5840元的价格 购买价值6200元的京东易卡 不过从张女士拍下的商品看 并不是京东易卡 而是10张单价584元 面额为100美金的谷歌礼品卡 然后我以为是因为淘宝跟京东是竞争关系 可能有一些关键词比较敏感 拍完之后 我拍那家店是自动发货的 然后那个时候旺旺给我发了消息 然后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 就是跟他这个店不是同一家店 但是我以为就是他自己 就是可能有多个号 他说让我把那个商家发给我的 那个十组数字和字母发给他 他我这边就是那个把那个京东卡命给你 张女士说当时他已经有些怀疑了 但对方一直告诉他是在淘宝交易的 让他放心 他就把谷歌礼品卡的兑换码发了过去 期间一直跟我讲 他淘宝那个交易的你放心这之类的 然后他说是那个 等我就确认收获之后再给他评价 他这种让我就一再跟我说 让我肯定要放心好了 然后后面就是我问他多久 他说差不多十分钟大概过了十分钟 也没有再之后就没有回购我了 后来我就去找我拍那家店的那个商家 我跟他说能不能申请退款 然后那个商家就说 那个是不是别人叫你拍的 然后就说我被骗了 现在通过咸鱼和淘宝平台 都无法联系上对方 张女士说他购买商品的店铺商家 告诉他像他这样的情况还不少 商家表示由于被骗的客户 都会要求平台介入存移的订单都会暂时冻结 他们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现在他已经把商品的详情页面更换为了防骗公告 提醒顾客如果是被其他人叫过来付款的 不要拍单 张女士把情况反映给了两主派出所 警方已经立案调查 平台方面表示会配合警方调查 姚宝恒剑记者报道